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医生技术给予了肯定 据宋记明主人介绍 此次邀请刚萨雷斯教授来院 目的是就单孔式胸腔镜肺液切除技术 与之展开讨论学习 通过病例讨论 手术观摩 向世界级医学大家进行近距离学习 这会做的手术都是单孔腔镜腔镜肺切除 飞弹切除 还有一粒是锈式切除 都是我们单孔腔镜一种顶级的难度非常大的手术 有些手术带摩登江应该都是手术完成 开幕式过后 刚萨雷斯教授在宋记明主任的带领下来到了手术室 三天共完成了13例单孔胸腔镜手术 并将手术现场同步在会场直播 与近百名胸外科医生进行互动 交流 深度探讨国际单孔胸腔镜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以更好的推动微疮技术在胸外科领域的应用 据悉 刚萨雷斯教授毕业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 他与欧洲社会的教育机构有所合作 与美国Sandas Sinai医疗中心学习后 从2007年开始开展胸腔镜下肺液切除术 在完成了100例胸腔镜下肺液切除术后 他跟随杜克医学中心的托马斯博社学习双孔胸腔镜技术 在经过了大量肺液切除术室研究后 他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单孔式胸腔镜下肺液切除术 目前该术室已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外科医生接受 并在我是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得到快速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外科医生接受